大家好,这是QTV线,是我们的客座老师环节。 我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、设计师、程序开发者、教育者等等来起贡献创意编程的中文教学资源。 我们的第一位客座老师是Yunika·李维嘉,她目前在悉尼做网页工程师。 我和她是在今年年初的普派斯金社区日上海就来认识的。 今天才会带大家了解一下P5GS的Noise造声函数。 大家好,我是Yunika,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P5GS里面的Noise造声函数。 简而言之,造声函数仍然会返回一个随机值,但相对于Random来说, 用造声函数返回的这样一组随机值可以模拟自然界的真实存在, 比如说海浪、山脉、云朵的形状、还有大理石的纹理。 这算法是由Kem Perlin在80年代发明的,因为其在97年赢得了奥斯卡的科技成就奖。 我们可以从对比图中看出Noise生成的随机值, 沿着X轴形成的波形图更为平缓和自然, 而一般的随机值则看不出什么规律。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在Editor里面用Noise画出一条平缓的波形图。 首先我们可以在X轴方向上每个一定距离取一个数值, 作为我们波形图上的X点。 然后在Full Loop里面用Noise函数生成每个点对应的Y的坐标。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变量,一个偏移量Xoff。 随着这个变量的增加,我们可以在Noise函数中取出平滑的数值。 同时由于Noise函数总是返回一个0到1之间的数, 我们需要将它的值用Map函数转换成100到300。 对于这个函数不太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P5的相关文档。 这样我们就有了每个点的X和Y的值, 我们可以用Vertex来画出这个点, 再加上角落上的点, 在前后用BeginShape和EndShape加上Close的参数可以包起来,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定义的闭合的形状。 好,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点击运行,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波浪图形了。 刷新页面的话,我们可以看到每次的波形图都不一样, 但是总体都是平滑和自然的。 大家也可以自行调节各种参数来实验各种好玩的效果。